Hello,大家好,我是Tia,又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喜欢的一个彩妆女神Ria跟Lolita合作的第二套刷子 那这一套刷子呢,我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收到了 但是因为中间隔了个过年,所以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套刷子 Ria跟Lolita合作第一套刷子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第一时间有分享过 那这个呢,是Ria跟Lolita合作的第一套的刷子 当时候这一套刷子是有一个刷包的 手柄呢,是Ria很喜欢的紫色 这一套刷子我用的还是蛮多的 而且我基本上只要是外出的时候 我想都没有多想,我就会带这一套刷子 因为它比较的齐全嘛 然后它还有一个刷包比较的方便 但是因为它是白色 其实我这里已经有被有一些粉底弄脏了 一段时间之后,Ria又跟Lolita合作了 那推出了第二套的刷子 一次的合作刷呢,就没有刷包了 只有这样子一个盒子 就如果说大家要带出去的话 就要自己准备一个刷包 那这个盒子说只能方便大家在家里存放的时候用 这个外包装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因为用颜色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粉色紫色 一种过度的颜色 然后比较的梦幻,比较的星空 那它上面呢,是有Ria跟Lolita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志 大家可以看得见吧 那打开来之后呢 这个刷子呢,本来是放在这样的一个袋子里也是同样的颜色的 然后刷子因为我都已经拿出来了嘛 这一套长柄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短柄的,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打开之后呢,一样的 它本身呢,是装在这个刷袋里面的 我已经拿出来了 那这一套呢,它是粉红色的 非常可爱,非常少女的一个颜色 两个对比起来看呢 这两套刷子,它们的刷型都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区别仅仅是在于它刷子的那个深子 那一个呢,是这样长型的 长型的这一款呢 它这个颜色呢,是比较的神秘的一个星空的紫蓝色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它的管呢,是金色的这样子的接口管 而粉色的这个呢,它就是这样子一个纯色的一个粉色 它的接口呢,就不是那么金色,有一点点浅金银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从外观上来看呢,我觉得都是颜值非常高的 如果你是外貌协会的话,我觉得两套都可以 那接下来就细细说一下刷子 那首先有很多同学比较关心的呢,就是两套刷子 到底哪一套更加的好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这个是跟做工批次的问题 所以很难保证说蓝色的就一定比粉色好 粉色就一定比蓝色好,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定论 那就我自己拿到的这两套来说 我觉得这两套的做工都是一样的 接口我觉得都不错 如果你非要吹毛求疵的话 可能深色的会比浅色的好一点吧 毕竟浅色嘛,就是你看着就会感觉 假如有一点点不好的话,就会看得比较明显 但是就我自己这一套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我不太在意这么这么细节的地方 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刷毛刷上去,刷上脸的感觉啊 它的效果怎么样 所以对于这个做工细节上,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打算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观 那它们的接口的长度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饼的这个长短不太的一样 像如果短饼的话,手握住的话 其实基本上凸出来的很少 用短饼的话呢,就会你跟镜子靠近一点的 这个刷子就不会打到那个镜子上 像这个长柄的话呢,你拿起来这个刷子 毕竟凸出来这么多嘛 就是刷的时候,可能刷脸就可能还好 如果画眼睛的话,有的时候近视啊 对着那个镜子非常的近 长柄的话就可能很容易打到那个镜子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大家个人的一个化妆的习惯吧 刷型是真的完全一样 我首先拿呢,就是这个一号的这个刷子 那这个呢,是一个散粉刷 它的刷毛呢,是羊毛的 然后非常的柔软 我就这样摸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的毛量呢,也是非常的多 非常逆时的 然后摁上去呢,也是非常的柔软 这把刷子我觉得拿来刷散粉啊,蜜粉饼啊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非常的合适 而且它拍打在脸上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舒服 哦,再说一个题外的话 这些刷子,拿到手之后都要先洗一遍 因为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气味 至于每一把的功能呢,我就就一套刷子来说就好了 因为刷型是一样的嘛 我觉得没必要就是重复的说 首先第一把这个一号刷,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是散粉刷 二号刷呢,它是一个修容刷 然后它这个毛呢,是灰鼠毛混了细风的羊毛 然后我手感摸上去呢,就是非常的柔软 上来上腮红的话呢,我觉得它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韵染效果 因为它的毛比较的弹嘛 所以呢,你能刷的比较的匀,比较的开 然后这是腮红刷 三号刷呢,就是一把修容刷 它是这样一字形的修容刷 毛质呢,就是羊毛的 这种修容刷呢,是比较喜欢用于高状类型的修容产品 因为它是这样一字形的嘛 然后也比较的好晕染 如果是粉状的话,我不太喜欢用这种一字形的 这个呢,除了可以拿来做修容刷之外 我觉得还可以拿来做T字位的高光的高光刷 因为它这个一字形正好可以刷在鼻梁的上面 这个刷型我是非常的喜欢的 可以做修容刷也可以做高光刷 这是三号刷呢,是四号刷 那这是呢,一把就是高光刷了 它是属于蛇形这样子有点尖头的高光刷 这一把高光刷呢,我就觉得比较适合刷在颧骨上 然后它因为它的刷型呢 我觉得也可以用做眼下定妆的这样子一个定妆刷 因为它这个刷型非常适合定眼下 这个样子,它的毛质呢,也是灰鼠毛跟细封羊毛混的 就跟刚才那个三红刷是一样的,弹性非常的好 毛质呢,也非常的柔软 那这是四号刷 接下来呢,是五号刷 那这个刷型呢,之前Rei的第一套刷子里是没有的 那这个呢,叫云粉刷 也可以用做粉底刷吧 这个刷型就有点像MAC家的187还是多少 我不记得了 之前呢,是看Pony大神画它的底妆的时候 是用这种刷子,然后上粉底用的 上出来的粉底,妆效非常的轻薄,非常的轻透 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就是用它的云粉刷的功能 就是最后把腮红啊,修容高光,晕染在一起的 这样子功效的一个晕染刷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当做散粉刷 也是可以的 就是因为它这个刷头比较的大嘛 然后它刷毛也比较的稀疏 所以你拿来做定妆的话也是可以 这一把刷子呢,算是一个全功能型的刷子 因为这一把刷子可以完成整个脸的一个妆容 下来呢,是6号刷 这是一把粉底刷,它的毛质呢,是全羊毛的 然后毛也非常的紧实 拿来上粉底液啊,粉底霜啊,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它比较的密实嘛,我觉得拿来上修容高也可以 因为它这种毛呢,非常的密实 所以大家刷粉底的时候 最好是顺着一个方向来刷 如果你用打圈的那个方式 就很容易就会有刷痕 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 顺着一个方向这样的刷粉底会比较的好 这把粉底刷呢,我觉得 比REI第一次合作那个刷子里的粉底刷要好 之前那把粉底刷呢,我觉得 用起来不太的顺手 所以我很少用那一把 这一把的刷型呢,我反而就比较喜欢 而且毛也比较的紧,刷起来的感觉 我也觉得也比较的好 所以这一把粉底刷我还蛮喜欢的 这是6号刷 接下来呢,是7号刷 这是一把遮瑕刷 第一次的合作刷里面是没有遮瑕刷的 一把遮瑕刷的刷型呢,就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刷型 这个刷型呢,就是那种比较普通的一个遮瑕刷的刷型 但是呢,它又比较的长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拿来修饰黑眼圈 然后遮一些痘痘啊什么 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 需要遮瑕的同学来说 我觉得这把遮瑕刷非常的好用 我是非常喜欢这一把遮瑕刷的 刚才介绍的7把刷子呢,都是属于脸部的刷子 那接下来呢,就是眼部的刷子了 那接下来这是8号刷 那这是一把熨染刷 是灰鼠毛的 然后它的毛质也非常的松散 非常的软 非常适合拿来做熨染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拿来修鼻影 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 这把熨染刷 我觉得拿来熨染眼窝那种眼影 还有最后整体熨染眼影的话 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 然后这是8号刷 接下来就是9号刷 这是一把眼影的上色刷 也是要打底刷 对于我来说 就是用来上基础眼影色用的 因为它比较的宽 然后比较的扁 刷本力非常好 因为是灰鼠毛的 所以它能把基础色呢 大面积的扫在那个眼皮上 我非常喜欢这种形状的上色刷 因为我觉得 对于我的眼皮来说 我需要这样子 形状的上色刷 才能大面积的扫 接下来呢 就是10号眼影刷 那这是一把圆头的眼影刷 这种刷子呢 就比较适合拿来 V字运染的时候用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呢就是11号刷 Ria说这是一把干湿眼影用的刷子 因为我没有试用过眼影 所以这把刷子呢 我是用来做细节的遮瑕刷用的 如果大家想试用眼影的话 或者有一些液体的眼影的话 用这把刷子来上 应该是比较的合适的 刷头呢 比刚才的遮瑕刷会小一点 所以拿来遮一些痘痘啊 那种痘印什么 就会比较的合适 然后这是11号刷 接下来呢就是12号刷子 那这一把刷子呢 可以叫细节刷 因为它跟一些细节刷比较像 它是那种小的半椭圆形的刷子 我呢就比较喜欢用它 拿来运染下眼影用的 因为它非常的短 非常小 非常的合适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用作 眼线的一个运染 因为它这个是 非常的扁平的嘛 然后拿来运染眼线的 那个颜色用 也是非常的合适 接下来这一把呢是13号刷子 这是一把眉刷 我记得之前我做 Ray Adelita 合作第一套刷子测评的时候 我好像说了一句 如果多一个眉刷就好 第一把刷子呢 它是比较短促型的 然后它是一个斜型的 这样子的一个刷型 这是马毛的毛质 所以呢会稍微硬一点 那用来勾勒眉线呢 是非常的合适的 那我现在呢都是用的是眉笔 所以没有用眉粉 所以我现在眉刷呢是用不上 但如果是有朋友是用眉粉的话 那就可能会需要用到眉刷 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啊 我觉得这个眉刷 稍微粗了一点 就是厚了一点 如果我是用眉粉的话 我不太喜欢用这么粗 这么厚的眉刷 这个呢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吧 那是14号刷子 这是一把唇刷 那它的刷毛呢是黄狼尾 那这个刷型属于比较的长一点 然后稍微扁一点的 我个人拿它用来填满唇色呢 我觉得蛮好用的 但是拿来描绘唇线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太顺手 最后一把呢是15号刷子 这是一把眼线刷 然后它是带有一些斜角的 我觉得拿来跟眼线膏搭配来使用 是非常的合适的 它能非常精准的勾勒眼线 但是我个人都是用的眼线笔 所以这个眼线刷 我目前来说都还没有用 好了那我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 Rai Eye跟Lolita合作的 这次的刷子的所有的刷型 那每一套都是有15把刷子 那这15把刷子呢 在Lolita上面呢 它是可以分开卖的 你可以整套的买 你也可以只买脸部的刷子 也可以只买眼部的刷子 之外呢它也有一个精选的套装 至于现在还有没有精选套装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自己去Lolita的 那个淘宝店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次合作的套刷 我还蛮喜欢的 就无论是从外观 还是从功能实用性来讲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但是至于应不应该买 或者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个人 如果大家是有收集的这个爱好的话 我觉得这两套刷子其实都可以买 如果你没有刷子 也想买一个套刷功能性比较强的话 这套刷子其实蛮合适的 是可以满足基本上 从脸部到眼部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觉得这个刷型 毕竟其实是有蛮多重复的 因为像Lolita家自己也有出过很多类似的刷子 所以说如果大家已经有类似的刷型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也没必要去多买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刷子是要洗的 要替换的 所以你多一套也没有什么关系 从价格上来说 我觉得一套刷子400多块钱 有15支刷子还是蛮划算的 就是一套刷子平均下来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 因为长饼还是短饼的抉择呢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看个人的化妆习惯 我个人是脸部比较喜欢用长饼的 眼部呢比较喜欢用短饼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那希望我这次的分享有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分享一下我对兰扣家这款气垫的第一印象 那这款气垫呢 是我在斯福兰打巴掌的时候入的 这个气垫我当时入之前 我是不知道这款气垫有出现 因为一直在亚洲这边都没有上这款气垫 后来我发现它好像是只有在欧美市场才有上 这款气垫呢 它的外包装就是金色跟黑色这样子的搭配 就有点像YSL家的气垫那 我先做的 但你很清楚 我先做的